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历届的part2的部分 那这一题第一题 第三题解放成是9乘上这个x加5的完全平方 减10会等于10 那乘右第一个做的就是做了这个展开完全平方 这个也是很多同学会弄错的 我们展开完全形容不是把那个平方扯进来 变成x平方加25就可以了 这个是错误的做法 正确来讲这个是叫完全平方 两项相加的平方是前平方加两个前真后再加分平方 那你初中还做这个错误 我还可以原谅你 不过这个是学生常犯的错误一定要纠正起来 高中我还是有学生在做错 所以真的是能夹死他 这一个要注意的非常重要 经常同学会做错 你一做错这一步你不用看了整部就错了 当然这一边你展开的话 其实不是好事 我的话我就不会展开 为什么 因为它本身已经是完全平方了 外面又没有x 对吧 外面又没有x这个东西 所以其实它已经是帮你整理好了 已经算是变相了 已经是帮你整理 你只要做的是把负10拉过去变加10 10加10顶20对吗 然后呢 我再把这个9拉过去除 你就会得到9分之20 再来我就再开平方 开平方根 那9的话呢 就是得到3了 然后呢 有增负 20的话呢 它是4乘5 4可以开出来变2 所以是2跟号5 最后呢 再把这个5拉过去变减 所以呢 你就会得到3分之15 因为减5 我把它变成 你要 你不要也可以 其实不要也可以 也就是说 你可以变成 增负2分 3分之2 跟号5 再减5 这个就是你的答案 OK 所以这边 换句话 它其实就是配方法 已经做到一半给你的 如果你要展开 再整理的话 而且你看 这个是没有 那个答案是有根套的 你是因此分析不了的 所以你展开了之后 到最后要怎样 还是要做回公司法 对不对 所以当然这边 我们已经整理到一半了 那你就不要辜负它了 OK 第四题 这边的话呢 右边因为9的关系 所以我左边要展开 左边展开得到X平方 减5加3 得到减2 然后呢 535 负15 应该要把9拉过来 而不是负15拉过去 当然负15拉过去了之后呢 9加15得到24 最后你还是要拉回来 对不对 所以其实你最好呢 是拉去 全部拉去同一边 不要把那个常数 拉去对面 OK 变成了X平方减2 X减24之后呢 你就因此分解 负6加4 刚好是等于负2 负6加4 所以Xu等于6 或者是负10 OK 所以这题答案呢 是负4和6 第二题 再来看第五题 我看一下 Nelrex的做法 它是 它第一行是超题目 446 然后16k平方 过后呢 它把负4乘进去 得到负4k 减40 再展开 负4k乘3加k 负40乘3加k 再乘进去呢 负16 负432 负12k 然后呢 负4k 负432 120 然后呢 负40k 最后呢 16k平方 呃 16k平方 减4k平方 得到12k平方 负12 减40 就得到负52k 常数呢 就只有这个负120 然后除以4的话 你就会得到3k平方 减呃13k 再减30 这一题 你可以看到呢 答案最后的答案是整数啊 对不对 不是整数 至少有一个 呃 这个分数也好啊 就是这个 就是3至那个3k嘛 所以这一题照理上 如果你公式法做到这个模式的话 应该是可以因识分解的 我们来看看啊 如果没有错的话 如果你的答案没有错啦 就是3k 加5 然后呢 k 减6 我们看看现在对不对 3 6 38 负18 负18 加5 等于负13 哦 这没有错啦 5 6 5 30 正负得负 负30 所以呢 最后呢 就 如果你看得出来 可以这样子因识分解 那你就做两步 哦 就是如果你看不出来 你就做这个公式法 对吧 A是等于3 B是等于负13 C是等于负30 负B就得到正的13 正负B平方 13的平方 169 减去4乘3乘3 他做到有点大 529 但是529刚好是23的平方 所以就13加23除以6 还有13减23再除以6 所以得到答案是正确的 答案是正确的 算是不错了 这529都给你看出来 他是23的平方 是很好 再来这一题 右边是22 所以我们左边必须要展开 左边展开是2X平方 减4加3得到减1X 然后呢3乘2呢就得到负6 OK 过后你做了什么呢 我看不太出来 你好像除以2 你除以2的话 这里应该也要除以2 对不对 所以然后呢 再把这个减3拉过去呢 变加3 12除以2等于11 11加3呢应该就得到 14 过后左边要加上中间一半的平方 不是3的一半的平方 所以弄弄错了 所以你好像要做配方法 但是你要做配方法 好像弄了有点问题 OK 所以这边我就 不从你的配方法继续了 我从这一步 我从这一步 开始 那我要怎样做呢 2X平方减X 11 22拉过来 边减22 6 负28 OK 第六题我看一下 有帧数解吗 有帧数解吗 那我们就解一下了 他是2X 减 加7 乘上X 减4 7 428 428-8加7 刚好是 -1 所以最后呢 你的X呢 就会是等于-2分之7 或者X等于10 所以是有帧数写的 好 所以如果你不会 所以配方法的确是比较难 对啊 看得出来 配方法比较难 所以那个做错的 那个几率是蛮高的 OK 再来这一题 这个呢 他告诉我 他是完全平方四 然后呢 我问你说 那个H是等于多少 这种题目的话 最容易的做法是这样 我们发现到完全平方四 如果他是等于0 这个东西等于0 完全平方四 他就会只有一个解 如果我的 只有一个解的话呢 我看公式 我们看公式法 他的公式是 负比正负 根号 B平方减 4ac 除以2a 如果我只有一个解的话 唯一的可能性呢 就是B平方减 4ac 等于0 所以呢 你改次看到 完全平方四等于0 你就记起来 这个B平方减 4ac 等于0 也就是说 在这边 我的B是什么呢 负3a平方减去4a是1 c是h等于0 OK 那负负得正三三得99a平方 减4h等于0 负4拉过去加4 4再拉过去除 你就会发现到呢 h就会是等于四分之九a平方 答案呢 是等题 OK 所以这题答案呢 是等题 这一题也是一样呢 在问你完全平方四 那这一个我 刚才没有想到 完全平方四 可以用B平方减4ac 我就想到说 前面是 因为我辨认得出来 4x平方加4x的话 后面一定是要加1 所以呢 就是K就要是负1 当然我们现在来做一下 我用B平方减4ac等于0 B是4嘛 4的平方减去4a是4c是负K 对吧 那我们就4是16 44也16 负负得正 正16K等于0 拉过去对面等于负16 除以16就等于负1 所以用完全平方 总之你看到完全平方 是你就想到说B平方减4ac 就可以了 这题又来一题 又来一题 我们看一下B平方减4ac的做法 B是12 12的平方减去4乘9乘K 9是36 12的平方 144 负36 拉过去 正36 我们越减12的话呢 这个就得到3 12乘12等于144 所以越减就得到12 12再除以3就会等于4K 我们就算到K是为4 OK 当然右左边的做法 好像很快 这样子 主要我辨认到9X平方 就是3X的完全平方 中间这个呢 12怎样来 应该是两个前乘后 那如果我是2乘3X的话 后面我要得到12 唯一的可能性这一边是2 所以后面的K呢 必须要是2的平方 所以就等于4 所以这个是拼凑拼凑的一个做法 难度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如果你要讲说 我有没有一个比较不用脑的做法 就是这个平平方减CC的一个 OK 所以两个方法给你了 好 再来看一下这一题 两个连续的自然数 如果自然数要连续 就是X跟X加1 对不对 X跟X加1 但是呢 他就讲说平方差 什么意思是平方差 就是X加1的平方 减去X的平方 这个就是平方跟平方的差 为什么我对调顺序呢 因为平方差 我要减到是得到正的值 一定要拿大减小吗 大的平方一定比较大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话呢 我们就有前平方减后平方 我们就有前 加后 乘前 减后 那这样子做的话呢 就可以月掉 月掉了之后呢 就会这个等于 乘1 你就都不用理它 X加X就等于2X 2X加1等于25 2X就会等于24 X就会是等于12 12是小数对吗 12是X 这样大数应该是13 所以这题答案应该是 其中的大数 大数是X加1 12加1是13 这要给我答案是B的 我这要给错了啦 X算到是12 但是答案呢 应该是大数 他要大数的话呢 应该是13 OK 再来看第二题 安安的妈妈 现年Y平方税 安安是Y税 如果安安的妈妈 活到13Y税 安安的则是Y平方 问Y 什么意思 这一边 你要懂的是 我们两个人 不管过了多少年 过后 他的年龄的差别 一定是一样 所以今天你的妈妈 带你18岁 就代表他18岁生年了吧 对不对 所以一年后他就19岁 你就一岁 对啊 然后呢 因为两个人家的税数都一样 所以换句话的就是 两个人相差的税数都一样 现年呢 你们差的税数就是Y平方 后面呢 就是13Y 减Y平方 所以我用这样子的方式啊 我拉过去 就会得到2Y平方 再拉过去 就会得到减14Y 对吧 如果我抽2Y出来 我就会得到Y减7 等于0 没有理由安安零税的 对吗 这样就是7岁了 OK 所以呢 安安现年 应该是7岁 第二题答案是 B 我严重觉得他给错我答案 还是我对错了 B1 诶 有比上题 这个问题 K 是 2.4 不知道 我觉得应该可能是没有 没有放到那个答案进来吧 2.5 好像漏了 诶 不管他啦 OK 再来看这一题 某人以16块购入一件E 呃 并以X RM X 出售 他所做 他的赚率 这个赚率怎样计算 如果没有记错啊 你的 你的X 减16 就是你赚的钱 除以多少 我们一般上是除以成本 啊 再乘以100% 那就会是等于我们的这个赚率 对不对啊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八星跟八星越调100 这个这个可以越调 然后呢 如果再交叉成 XX过去 X平方 减16X 16 六成哥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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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78 80 这个原本是等于80 我拉过来变80 等于0 好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解了 8 8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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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算到22 这个是2的三次方 这个是2乘5 我们有16加5 对 20 20-4 可以吧 20-4 所以应该是-20 X加4 所以我们的X等于20 或者X等于-4 所以这题答案应该是20才对 好 第三题 B A B B 这个是2.7 OK 第四题 如图所示 一个直角三角形 BCD 正方形 ABDE 它的面积分别是150 也就是上面的面积是150 下面的面积是417-X 然后呢 BC是15的话 请问X是多少 我们先算上面的面积好不好 15乘BD乘1分之1等于150 这个15跟15 这个15跟15越减得到10 2乘过去对面等于20 BD等于20 20的平方就等于400 所以417-X等于400的话 X就等于17了 对不对 保持这题答案是B 第四题答案是B 第五题 如图所示 PQR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PQ是X加1 QR是X加3 那它的面积是4的话 你会得到什么 我们就这两个相乘 会等于8 这个8怎样来呢 因为他没有乘 他懒惰乘1分之1 然后他把那个1分之1乘过去对面 所以是4乘2等于8 所以他就这个是 这个变成8就没有错 如果你写4就错了 OK 左边展开 前平方 X平方 加3X加X再加3 所以X平方加4X 5拉过来 8拉过来 变3-5 3-8等于 所以加5-1 对吧 加5-1直接跳过去就好了 对 中间这个是 有些同学他不知道哪里学回来 这个分准分解法 OK Anyway也是可以的 反正到最后呢 你就会解到X等于复5 或者X等于E 你必须要知道复5是不可以的 我们是一个长度来的吗 对不对 复5加3有多少 复2 长度是复2可以吗 所以复5其实是不合体的 这一边你必须要选C 虽然你解出来有两个解 但是你必须要知道其中一个复5呢 是不合体的 OK 要小心了 这个答案是C再对 好 再来看这一题 长方形的对角线是5cm 长比宽多1cm 所以如果我们假设我的宽是X的话 我的长就会是X加E 那它对角线其实就可以用B4定理来解 X平方加X加E的平方 就会等于5的平方 对不对 所以这一边我们解出来 就是基本上找到强根化的 那X平方这个展开就是前平方加两个前称后加后平方 5的平方等于25 2X平方加2X减24 再除以2 一般上除以2啦 就会得到X平方 加X减12 就会得到正4-3 正4就会得到负4 负4不可以吗 应该不可以吧 因为这个是长度啊 所以不合体意 宽是3 长是4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你的这个答案非常好 好 长是4 宽是3 第二题 一个工程假读作比乙读作多6天 两人合作做3天后 乙就读作7天完工 那假读作和乙读作各需要多少天 所以我们先假设假读作是 假设我们假读作需要A天 ok 多做6天 如果是这样的话 sorry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先设以读作需要X天 但是因为假读作比乙来要多6天 就是X下6天对吧 那两人合作3天 一天是做X分之一 这样他做一天是X加6分之一 那做3天就乘3乘3 ok 过后呢 就由乙 乙是X 读作7天后完成 ok 所以这个呢 就会完成的意思就是完成一整个 所以我们一般上整个工程我们称为1 所以这题就是这个情况 当然X分之7加X分之3就是X分之10 你也可以这样看 因为那个 以合作作3天 他又读作7天 总共以读作了10天 对吧 以作了10天 所以X分之10 然后假读作了3天 就是X加6分之3 所以这里我们只需要解释方程式来就可以了 那我们要想做呢 我们就通分 通分吧 通分 通分就会得到X乘进去 X乘3 X加6就会得到X平方加6X 这个乘过来得到10X加60 这个乘过来得到3X等一 所以我们分母乘过去对面呢 左边加起来就会得到13X加60 等于X平方加6X 如果我全部移过去左边 我就会得到X平方 减 减7X 对不对 6减13得到-7 然后呢 再减6 所以等于等于 12乘5 X减12 X加5 好 所以我们的X呢 就等于12或者-5 当然-5也是不合体意的 对吧 所以呢 以呢是读作12天 以读作需要12天完成 甲读作呢是12加6等于18天完成 所以这个呢就是大概是这样子 甲读作18天完工 以读作12天完工 OK 第三题 第三题它要解 它给你两个直交边 分别是T加1和T加2 斜边是3T-1 好 那我们就可以用必识定理来解一解嘛 T加2的平方加T加1的平方等于3T-1的平方 我们整个就展开它 前平方加两个前程后4T 再加后平方是4 前平方T平方加两个前程后是2T 再加后平方是加1 3T 3T的平方是等于9T平方 减去两个前程后326 6T 再加上1 这个1可以去掉 主要这里T平方加T平方是两个T平方 拉过去对面9-2等于7T平方 这一边有4T加2T等于6T 拉过去对面-6 再-6等于-12T 这里有4 1跟1去掉了 加4拉过来变-4 过后因4分解呢 就会得到7T加2T 7T加2T-2 724-14加2等于-12 所以没有错了 OK 那T就会等于-7分之2 或者T-2 -7分之2 虽然你讲说这个数目很小 放在加2这边没有 还是正 放在加1这里也是正 但是放在斜边呢 你会发现到乘3 再减1 这个会得到负值了 所以你看这个 这个T的值 你不是带一边就算了 我把三边都要带 确保三边都是负正的值 才可以接受 所以这一边呢 就不可提议了 所以T就会等于2 OK 所以这题答案T 第四题 第四题 我们的X乘3 X-2等于15 那我的X乘上去呢 就会得到X平方-2X 15拉过来变-15 因4分解呢 就是-5加3 -5加3 等于-2 所以呢 XU等于5 X等于-3 因为他有写这个条件 X大于0 所以-3 我们就不取了 我们就取5 过后呢 他要找这个值 我们就套进去而已 5-2 2乘5 再减1 5-2等于3 5-210 10-1呢 就等于9 9跟3 越减得到3分之1 所以这题答案是3分之1 两个连续的正偶数 如果我假设说 其中一个是X 另外一个应该就是X加2 对吧 偶数嘛 对不对 就加2加2的 然后呢 他就讲说两个的G G就是相乘 也就是X乘X加2呢 等于168 所以我们乘进去呢 就会得到X平方加2X-168 就会等于0 呃 不不不不不 8 我看一下啊 168除以8的话呢 826 818 这个又可以变成7 321 呃 如果要这样差6 这一个应该差成42吧 724 430 4 7 7 326 7 8 24 不行 724 430 可以了 可以了 相乘了 所以呢 就啊 加14 减10 12 对吧 OK 加14 减12等于2 所以X等于-14 这个就不可提议了 因为他要正偶数 所以X要等于12 然后呢 这两个数就是12 还有14 OK 12跟14 第六题 若某班的每一位同学 就寄给另班上的所有同学 当然自己就不用寄了 所以这题也是一样呢 如果我们假设方向有X个人 每一个人都寄了X-1封信 然后呢 这个卡片的总数是90 这个呢 课本的那个总复习题有出过了 对吧 我们曾经去X平方-X90 拉过来-90 然后呢 90我们可以想一下应该是等于多少 10乘9吧 好 -10 加9 所以我们得到X等于10 或者X等于-9 当然-9又不合体意啦 对不对 不能是负的嘛 所以我们的班上呢 就有10个学生吧 OK 这几个答案是10 第七题 图 所是 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好 R是在QS的线上的一个点 然后呢 QR是X Rs呢 是X加3 PR是10 PS是17 所以这边呢 还要找X多少 我们可以用小的三角形 找到PQ的平方 等于10的平方-X的平方 再用大的三角形 我们又发现到呢 它是17的平方-2X加3的平方 所以它当PQ我不看它的话 我就会有什么呢 100-X平方 等于17 如果有时间的关系 我按一下 17的平方 17的平方 等于289 289 减去这个如果展开的话呢 前平方-2X 前程后-2-4-4-3-12X 再减去后平方-3-3-9 这个减减减 是因为这个前面的减程进来的关系 OK 所以如果把所有的拉过去右边的话 4-1得到3X平方 -12拉过去呢 变加12X 289-9得到280 拉过去100-280 如果我们再除以3 如果我们再除以3 就会得到X平方加4X 减去60 对于0 我们的60是刚好是10 加10 减6 对吧 那我的X呢 就会是等于-10 当然这个不合体一了 然后呢或者是6 所以我们的X呢 就会是6了 如果我的X是6的话呢 10跟6 这个就会是等于8 所以这个我就不算了 你可以套这一个其中并组 就可以看出了 OK X等于6 PQ等于8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了 3 6 3 4